1997年快要回归的时候呢 那阵子我跟朋友很喜欢去看一些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 我们发现了当时为什么清朝会输掉鸦片战争呢 其中一点可能就跟地图有关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一张18世纪清朝的时候绘画的广东沿海图 各位请看 这是当年中国人画出来了广东省地图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看完这张地图 我后来又发现到同时期一些英国海军画的这个广东沿岸图呢 你就发现清朝海军真的是必败无疑啊 你比方说人家海军的舰队来袭了 我们要派军舰去迎战 搞不好我们是连我们这个舰队该去什么地方 什么位置 那个地方水深多少都搞不清楚 但是英国皇家海军不知道怎么回事 早就弄到了一个非常精准详细的地图 连这个什么地方会有浅滩 什么地方会有礁石 什么地方小心搁浅触礁的都弄得一清二楚 所以可见地图是多么的重要 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国人就没办法画好这个精准的地图呢 为什么现在我们所说的精准的定量的地图是由西方开始呢 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李约瑟难题 就是说为什么现代科学不是起源于中国 但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 是一种文化需要的问题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就是中国地图学史 作者呢是现在正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圣约翰学院任教的一个学者 叫做余定国 说起来很有意思啊 这本书呢原来在美国出的时候不是一本书这么出 它是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个很有名的一套书 叫做世界地图学史 是个很权威的一套书 里面关于中国那部分 抽选出来结合成这整本书 再翻译成中文 而余定国自己呢 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地理学家 或地图史学家 他是搞文学的 因此他有很多观点呢跟主流的中国搞地图史的人呢不一样 中国主流搞地图史的人呢就很喜欢强调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古代图 包括我们刚才看的那张图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差劲 他其实的比例尺呢也是相当精准 他其实也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定量的方法 只不过我们误解而已 但是余定国在这本书呢却指出 哎好像不是这样的 他认为呢 中国地图呢 虽然有量化的方法 虽然也有很精准的科学方法 但是很明显的仍然有大量的 看起来不是很规范的东西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就是因为地图对中国人而言呢 是有相当多的作用的 而什么叫做好地图呢 好地图不只是一张能够准确的让你知道 某个东西的方位某座三它的大小跟你的距离的地图 而且它还具备别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看宋朝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老打不过金 每次呢 又打不过要投降呢 就要干嘛 那叫限地图 而限图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讲 是很可耻的行为 为什么 限图就表示我对你的屈服 因为地图呢 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它首先或许有军事用途 上面能够让你看到我的破寨 我的城镇的所在地 我的道路的方位 那么让你能够容易攻陷我的国境 可是同时呢 它是个权力 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古人的坟墓 像汉朝挖到的汉朝坟墓 会看到一些地图模型 地形的模型 为什么那些墓主 往往是诸侯王或者是大臣 要把这些东西带进去呢 这就表示他要有用的权力 我拥有这一片我管辖的地方 这个图呢 就是证明 就好比荆轲赐秦王 要献燕国的地图 表示对秦王的臣服 是一样的理由 可是中国地图呢 更大的一个特点在哪 就是一种美学的考虑 什么叫做美学的考虑呢 说起来这个呢 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请大家看一张 中国地图学史上面 非常有名的图 这张图呢 叫做网川图 传说呢 画他的人 就是网川别墅的主人王维 好 这张图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一点都不像地图 它其实就像一个风景绘画 一个山水画一样 可是现在一般地图史学家都认为 其实它是一张地图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能够说它是一张地图呢 是因为很多人都说 这张图呢 相当准确的 画出了这整个地方 它的地理的形式 它的各个山川之间的彼此的比例关系 可是你如果这么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这张图不是一个高空往下看的这种平面俯瞰图 而是有远近的山水在里面 有这么一种画视觉上的美学的关系呢 我们这么来想 一般呢 我们画地图呢 我们是有比例尺的 对不对 比如说地图上 这么一段一段距离 哦 原来就是真实世界的一公里 那么我们是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尺 来绘画地图 这个地图才是精准的 而中国人不是不懂的这个道理 而且还相当懂 比如说以前有个大图学家 斐秀 他就有很多的 写了很多的法则 规定大家该怎么画地图 可是往往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地图呢 除了有这种比例 一般比例尺的作用之外 还有图画比例尺 什么叫图画比例尺呢 这么讲吧 按照中国画山水画风景的原则呢 是这样的 越是离我近的这座山 我就画得比它小 画得它小一点 远的那座山呢 就画得它高一点 大一点 这是为了呢 要让那些远的山呢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们知道 这几乎是不合痛视学的嘛 按照痛视学的原理 越远的东西应该越小才对 但在中国山水画 应该常常出现 越远的山 反而有时候会越大了 而刚刚那个网川图呢 正好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一个真实 想要反映真实地理情况的地图 如果网川图是这样图的话 第一 它不可能好端端那张平面地图 出现了 似乎有三次元的 有起伏的这些山丘 对不对 第二 它不可能把远的东西画得更大 那我们该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这个解释很简单 于令国就说了 中国的这个表现世界的理论里面 客观的表示并不妨碍主观性 自然外观的表示 是为了解实际状况的一种手段 实际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物体和艺术家内部和内心的状况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古代 地图和图画之间的这个严格的界限并不存在 地图固然有它的科学的客观的实际需要 但是并不妨碍绘图者跟看图的人 的一种美感的需要 一种文化的需要 因此中国古代的地图 所谓好的地图 不只是精准的地图 还是一张好看的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